号称吃一顿饭的功夫就能赚50多块钱的小游戏 到底是不是真的 兄弟们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那种赚零花钱的小游戏 反而一下又冒出来的非常非常非常多 我这里刷着刷着我就看到了一个 这说的也超级离谱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俩吃个饭的功夫又赚了50多 给你们看看 点一下全部提前的按钮 来了一分不少到辆微信 我觉得就刷到了这条视频 感觉就跟发现了宝藏一样 感觉有大量的money在向我招手 不过按咱们拍视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说 大概率99.995%是个坑 就像这类的赚钱软件不止这一个 这个只是我拿出来举例的其中一个 刚刚刷视频的功夫 我随便找了一下 这里就被我找到了10款 这10款同样它都是说提现能够秒到账 并且上线就送大红包 今天这条视频咱们话不多说 我们就看看这10款软件 我们随便玩一玩 就按它那个方法 我们到底能够挣到多少钱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两点钟 我们就看看弄一个小时 这个收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先看一下 我的这个零钱包里面只有8分钱 刚刚视频里面那个软件叫做成语何家欢 我们就直接点开这一个 下这个软件我总结出来一点 就苹果手机比这个安卓手机 这种软件要少很多很多 拿这个安卓手机 随便一找就能炒到十几个 它这个点开之后就是这样的 边玩成语边赚现金 看到没有 这是赚现金的 我们直接点击续答题 点击加补齐成语 这是成语接龙的 万家灯火张灯结彩 立马就来了 你看 开 这开要看广告兄弟们 看完广告 这怎么是金币 3000个元宝 3万多个金币 这上面有提现的按钮 3万多等于三毛钱的零钱 最低15 50100 300元宝3000个才等于3分 红包是要200才能提现 那我先玩一下这个 好 这又要看广告 我去直接给了6万多的元宝 6万多底的是6毛9 那直接下一关 东山再起 深冬积析 再接再厉 如子可叫 画龙点睛 层出不穷 雷条 现在是9毛2 可以全部提现 我去真到账了9毛2兄弟们 我们现在大概是10分钟 赚了9毛2 就10分钟一块钱 不过视频里面它是说的 基本上一顿饭的时间 就能赚50块兄弟们 现在又来了 我看一下能不能提 不足3毛提不了 它是满3毛就可以 那我再看广告不就行了 我其实可以不用玩游戏 我直接看广告就行 对吧 来啦 6万6 开心收下 提现啊 有4毛了 直接又提现4毛 它其实零钱的话 可以单独提现啊 然后这个元宝的话 那是提不了的 元宝的话 要等到15块才能提 1块4了 兄弟们 那赚钱是可以赚钱 就是比较慢 它得一直一直看广告 我们就光这十几分钟吧 1块4啊 这个成语的是可以的 那我们脱下来 来 咱们再看看这个 它是说广告比较少 最高上线提现10块钱 但是可以反复提啊 没有限制的 我觉得它上线就有10块钱 你看啊 这个是获得旅行基金的 它告诉我啊 提现难度低于97.3%的玩家 预计到达第七个城市 可以提现500块 就是它这个得满500块才能提现啊 就某多多那个套路 已经给你砍了400多 只要弄到剩下的90几块钱 你就能提现500块 提现是1% 到达北京的话 有120%啊 意思我们92块钱 只能提现9毛2 我怎么感觉跟上一个是一样的 我们上一个也是9毛2啊 那先做啊 先做 实在抱歉兄弟们 这个手机内存不足了啊 录屏录不了了 咱们只能这样看了 刚才这个笑笑乐呢 它里面是同样的换汤不换药 要3毛钱才能提现 这个我就提了个7毛5啊 我就没动它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刚才这个广告里面推荐的这个啊 叫成语之多心 号称广告少啊 哦 这个同样是答题的 你看也要看广告啊 这是说广告少的 点开就要看广告 而且它还有那种检测 你是不是真人的 就是这种 你看 你要点蓝之后 它这个广告才会继续播放 这是最恶心的 诶 视频又播放失败 但是得了红包啊 开心收下 真开心 3毛3啊 同样的 直接提现 哦 这个提现要登记身份证啊 我看到到账了没 好 又到账了啊 4块7毛5 这个跟这个成语和娇欢 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啊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吧 这个有一个叫做 欢乐招财狗的啊 看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模一样吗 兄弟们 这界面都不换啊 点击翻倍 又是砍一砍啊 翻倍了啊 然后又是立即收款 领取50块啊 我都已经记住了 广告咱们先不看 我们直接玩游戏啊 太棒了 太棒了 完费过关 就不看 直接玩游戏 其实玩游戏 它也是会加上面的那个金额 上面写的28块啊 实际上只有2毛8 太棒了 完费过关 如果你不看广告的话呢 一次大概加0.01左右 39.12啊 三毛九分一离 咱还是看看广告吧 算了算了 我妥协了真的 显示广告播放异常 看到没 然后就是直接看60秒啊 这直接相当于是赖你两个广告 这是他们人为操作的兄弟们 我们就把这个看完 看完看看它会不会领得到 直接收下 全部提醒 现在有六毛四了啊 然后我们继续玩 又要看广告 我看它如果还是赖你的话 那咱们就算了啊 你看又是异常 算了算了 领它六毛四跑路啊 五块三毛九到账了啊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发发农场啊 这不是跟那个一样的吗 一毛一样的配方啊 你看又是翻倍999 一秒钟左右啊 然后这里是刚下的啊 好这个就不一样啊 应该不是敲敲乐了都 然后同样是有一个提现的啊 这里写的呢 是一万个红包啊 等于一块钱 哦 它这个还有提现次数呢 你看三毛钱提三次 五块钱提两次 二十块钱两次 看视频直接领现金啊 你看游戏都不用玩 六千三 哎 那就快有一块了呀 那我再翻个倍吧 九千八啊 那要不我再翻一下 我看看它会不会给我一块啊 反正游戏也不玩了 它归根结底就是得看广告 对吧 好 一万四了啊 咱们直接收吧 现在我们是可以提一块四 咱们先玩一下游戏吧 还是得尊重一下 就这 我们刚才玩了三关啊 只得到了一分钱 兄弟们 看了两个广告 就有一块四 这直接相当于就是游戏啊 它只是批了个皮而已 本质它就是看广告 咱们直接提了吧 请签提上一档 什么意思 我去唯一一个提现要看广告的 兄弟们 这是真的坑啊 这个 好 刚才这个的话呢 我已经全部提出来了 有一块多 八毛 一块一 一块四啊 我已经全部提出来了 所以最开始我们看的那个视频 他们说嘛 吃一顿饭就能提现五十块钱 其实仔细想来是有道理的 只要你把吃饭的时间延长 比如说你就吃一天的饭 那五十块钱应该是能搞得到的 因为我们就大概弄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是两点一十七弄的啊 现在是三点二十五啊 我们账上有八块零三 我们之前最开始里面是八分对吧 然后我们也试了这么多软件 基本上所有的软件呢 都是换汤不换药啊 只是换了最外面的那个包装 里面界面音效 包括提现的那个同胞之类的 反正全部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 它会给你钱呢 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看了广告呢 他们也是会有钱的 比如说你看了一条广告啊 你得了三毛钱 那顶上的那个人 那可能就是得两块 或者三块 或者五块 甚至更多 他只是给你稍微那么一点点啊 就是让你有看广告的这个动力 对吧 所以这种软件软件呢 我个人觉得就因人而异 就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愿意看广告 你就能够赚到钱 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那如果你又说 你不想看广告 又想赚很多钱 我觉得这个不现实 因为我们测了这么多啊 你只要不看广告 你的收入就会特别特别低 所以话又说回来 就是你只要愿意去看广告 那这个钱就是你应得的 那最后呢再提醒一句啊 大兴真的不是给大家分享 咱们只是测试这个东西的真假 反正就希望各位啊 别碰到我头上就行啊 我也是个失败者 兄弟们啊 为了稍微的严谨一点啊 我就时间花了长一点 所有的软件呢 我全部试完了一遍啊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钟啊 我们拍完视频呢 是三点半啊 然后中途的话呢 我就是边看着电视剧啊 边在这里刷这个东西 总共目前啊 给你们看一下 31块2毛4 基本上呢 就每玩一把就要看一个广告 每玩一把看一个广告 但是说实话啊 他玩到后面的话呢 给的红包的钱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然后甚至呢 我玩到一个 我涨到15块钱 然后可以提现 结果他是说要迁到七天 所以这种软件的话呢 坑是有特别特别多的啊 不过啊 他能薅得到羊毛 你看我随便弄了一下 30块钱 你说想靠他赚大钱 那不可能 但是偶尔啊 赚两瓶水钱 还是可以的啊 喝奶茶也是可以 请我喝奶茶 干嘛 我搞了多久 搞了31 你不要喝奶茶 你自己弄 请我喝奶茶 谢谢大家